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一个十足的庄主座 我也是7号 在半年 半年之后 12月7号 重点是为什么要穿战袍你知道吗 我必须要跟你分享 不是因为你是寿星 不是 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 寿星怎么会是重点呢 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因为等一下我要去录胡瓜的节目 所以我必须要把战袍逼上来 没有任何意思 不要紧张好不好 你说你要去录影 当综艺咖 没错 你的梦想成真的 真的 真的 我已经去录四次了 大家都不知道 轻松一点 反正是两天而已 今天跟明天就要放假 所以等一下 不是要9000点 没有 我以为是要9000点 没有 没那么夸张 我认为如果真的要到9000点的话 要吃完粽子以后 有体力以后再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8800 没错 我觉得钱高有机会 我真的觉得钱高有机会 所以行情还是有足以自己的借解 所以不要被紧张 家老师你怎么穿战袍 要紧张 不要紧张 先把你的鞋 降下来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行情还是回到了 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东西 要跟你分享 除了战袍跟你分享 说因为等一下要去录胡瓜的节目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接下来行情要怎么看 我要跟你说 你现在手头有抗担的人 在怠惯了 对吧 我就一直跟你讲 你去看一下 每一次我们的3D财经台真的很用心 只要录完影之后 他们都会把那个影片放到YouTube上 对 放到YouTube上 你去看一下 不要过度的执着 现在盘势转为震荡拼落的格局 你去看一下什么时候下的标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改变 真的将好是K棒的颜色 就没有变 干嘛要变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真的你要顺着K棒的颜色操作 所以行情真的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境界也是最重要 还是一句话 之前跟你讲 天下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盘酒必喷 喷酒必盘 只是原本我以为是昨天应该表态 结果昨天他来一个洗刷刷完之后 今天表态 你有看 所以我跟你讲说 每一次你看到那个很重要的数字 集结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多空加在点位 集结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做喷出的动作 只是往上跟往下 还有那个实际的timing点在哪边 有时候你会容许我 一两天的一个差距 因为我又不是神 但是我告诉你说 工具集结在那个地方 多也压那里 空也压那里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方要置于对方于死地 不就是这样吗 取货市场是一个很现实的 是拿真金白银出来收拾了 了解 所以行情是不是喷酒必盘 所以行情就是一个震荡偏多的格局 不改变 真的没有改变 不是你懂不懂 而是你敢不敢 你知道为什么 来 这时候我要考考 冰雪聪明的选业了 像这句话有没有 就不是懂不懂 而是敢不敢进场做多 其实这句话是针对有三个人 做多的人 空手的人跟做空的人 做多做空跟空手 你觉得不是懂不懂 而是敢不敢 是对哪些人在喊话的 如果现在的话 应该是空手的人 还有做空的人 完全正确 不要再凹了 你要开始反手做多了 没错 真的是这样 你看喔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你是空手的人 也许他8200有做多 但是他825你就跑掉了 对啊 人家慢慢有说 做人不能太贪心 赚50点就够了 结果后面有四五百点都没赚到 那了解吗 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是空手的 不是你看不懂 而是你看得懂 但是你不敢进场 那建安老师已经跟你讲过 这是心魔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就不讲这个东西 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更严重的东西 什么叫更严重的东西 就是棒坑的人 原本我是要写棒球的棒 然后健康的坑 棒坑的人 这样比较直接 放空的人怎么办 放空的人怎么办 拉回来 你知道吗 今天老师告诉你一个数字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个多方趋势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看多的老师 那个收视率奇差无比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都没有办法取暖 因为大家都看空 我们又喊多 这老师没准 又请什么战袍 又要录服官的节目 又要丢工 所以就喜欢去看看空的老师 那个收视率超高的 为什么 互相取暖 对 这个老师说的有准 有可怜 要反转 大家要比较稀奇 有没有 江老师有没有说错 看空的人都喜欢去看看空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暖 我在救你的人 你又不听我的话 你了解不 所以放空的人 你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假设你现在是一个放空的人 那到底怎么办 我跟你说 这时候 有时候搞搞嫌疑 嫌疑 会不会觉得很烦 应该不会 为什么放空的人到现在 对8200点 一直到现在 8600点 还没见人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他心里 那个很折磨的心态 是什么 你知道吗 应该就不甘心吧 而且应该会一直觉得 长好多了 长好多了 对 我觉得学员真的很聪明 我们真的没有努力搞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 心里的状态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放空的人 为什么一直坚持放空 你不知道 而且还对核心一直感染 为什么一直感染 你不知道 什么原因 来我跟你说 不是你看没有 你看有 因为什么 你手头的空担一直了解 所以你知道你看不到 但是 因为这个原因 怎样原因 直接放空的人 不想補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不甘 就是刚刚玄音讲的 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就是不甘愿 就是因为你不甘愿 怎么说 娘的 我现在摘下去了 我已经输400点 一口400点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十口 那摘下去 4000点就没了 我那4000点 我是怎么摔到挡 挡到挡 挡到挡到挡 所以我不甘愿 我觉得这个行情 应该要转弯了 要转弯了 是不是这个心态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探讨这个东西 今天不用解盘了 这个解什么解 就拉出去 有什么好解的 问题是你现在手边有空单的怎么办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因为 你放空的人 是因为不甘愿 不甘愿把你手中的 那个期货把它平掉 到底为什么 来我跟你讲 你慢慢听 建安老师最厉害的地方 有没有 我就跟你谈交易 我谈交易 不是要告诉你说 我知道 你跟我说什么 问题是 到底我们的投资朋友 是犯了什么错误 才会到最后面 是不甘愿 不甘愿把他的手头的空间 補掉 为什么你知道 来 这时候又要讲 我们的散户的毛病了 散户的毛病 有几个毛病 多久没拿出来的人 你知道 总共有21个散户的毛病 21个散户的毛病 来 我跟你说 第一个毛病 你这次犯错的毛病 就是在这 偏好十九个 偏好十九个 就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手 你就是因为 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手 把你的空单回补 然后或者是改做多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手 这时候开始不甘愿 怎么说 因为第一时间 对了 江老师你讲的有道理 因为我8200一突破的时候 我空单就没有补 没补的时候 一直扭 八千三 八千四 差点了 这时候是要怎么 不然我给你夾抹好了 他就8300夾抹 8300夾抹 8300夾抹 8400夾抹 8500夾抹 8600夾抹 8600夾抹的时候 你又夾抹 现在已经冲出来了 如果吃饭 然后变成8700要怎样 那吃饭 然后变成8800要怎样 你要参照吗 还是参照吗 还是参照转仓 你要参照 就跟你说 现在的仓位 这个很重要 六月份的仓位 跟七月份的差位 最差200点 你转 你转看看 你就200點的逆價差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不要亂做好不好 如果假設你真的方法不對 就請你不要亂做 所以散戶的毛病 第一個時間就是 你沒有在第一時間出手 完了之後 第二個毛病就出現了 你就喜歡在多方趨勢找空點 有沒有 這沿路上來的過程當中 8200點沿路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多方趨勢找空點 然後你也希望說 對 一定有那個老師有沒有 多方趨勢找空點 會空得比我還漂亮的老師 我一定要跟著他做 有時候就想想 你就給他翻上來就好了 不就沒事了 你為什麼要再電一機 在多方趨勢找空點 你為什麼不要在多方趨勢 找做多的點 拉上來不就可以停立了嗎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是希望這30分鐘的時間 每天有沒有告訴你一些 我們散戶的毛病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出手 完了之後 多方趨勢找空點 完了之後散戶的毛病編號 第10號 每天在那邊拆頭摸底的 你看看 這沿路上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看卡棒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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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都紅色的對不對 都紅色的 好 那頂多乖離訊號 我說會走的比較震盪一點點對不對 好 你想這件事 八千兩百點 我畫一張圖給大家看 來八千兩百點 等一下 八千兩百點大概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好 一突破之後有沒有 有多少人跟你講說 這盤子是很虛的 這無量 五六百元而已 無量 撩起來之後有沒有 大家緊張 英國可能要脫歐 大家比較小 撩起來之後有沒有 美國的非農交易數字 超級有力量 大家比較小 撩起來之後有沒有 美國可能六月份 七月份 可能要生死 大家比較小 現在撩起來之後 要說什麼 你跟我說 現在撩起來要說什麼 我跟你說 你如果看空 什麼原因都是空 你如果沒有看空 什麼原因都能做到 所以我不是告訴你嗎 最後只有一條 哪一條 交易心法告訴我們什麼 價格的趨勢 決定你做多做空的方向 其他的因素 只是決定你部位的大小 你剛剛所講的東西 我都認同 我都知道 英國脫歐這件事情 我知道 美國要不要升息這件事情 我知道 上漲的過程沒有量 我都知道 問題今天補量出來了 那怎麼辦 你要不要打電話給你的老師 老師已經補量出來了 八百幾元 要把我的空都停順嗎 每個人這個點又滿倉 這個點又滿倉 從8200都可以滿倉 到現在8700 8600都還在滿倉 我都不曉得 到底有多少倉可以滿 炸就抹起來 好嗎 還滿倉 了解嗎 所以江老師在幫你 我希望你能聽得進去 否則如果假設 江老師跟你講說 工具有多好用 你心裡面的問題 你觀念的問題 你沒有改變 我跟你講神佛下來 對你都沒救 真的是這樣 我們再看一次 有看到嗎 這不是紅色的K棒嗎 對不對 紅色的K棒有需要去 政變什麼嗎 我不是有跟你說過嗎 市場永遠是對的 老婆永遠是對的 不就是這樣 我都用前嫌易懂的方式 來告訴你交易怎麼做 你如果不跟上來 我就沒辦法了 了解嗎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講了那麼多 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聽得進去 江老師跟你講的 論述的一個基礎 其實論述的基礎 真的很簡單 沒有 不會很難 真的行情 真的要看得懂 真的很簡單 重點是你要跟上來 你不跟上來 我也沒辦法 所以行情最後的結論 還是震盪 偏多的格局 沒有改變 所以江老師不是要告訴大家嗎 我要找回你交易的熱情 我真的可以找回你交易的熱情 你看 今天又拉起來了 你光用你的腳頭無想 我們的盤中教學員 的學員是不是又很開心 今天去黑白茶 都賺錢你知道嗎 黑白茶 賺2點也算 賺40點也算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做一個方向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學員做多開心 你願不願意變那個 開心的一群是你決定 不是江老師決定 如果假設你一直在場外看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江老師的一個截圖 來我們看一下10點之前的 我們不要看那個從頭到尾的 我們就看10點之前的就好了 來江老師跟你分享 這是台子騎的5分鐘的K棒 好 開盤在這裡 10點收完盤的時候 是收大概在這個地方 你用你的腳踏上 開盤的時候是8616 然後10點的時候是8654 所以黑白茶應該賺點錢 為什麼 沿路上去 紅的 你要把它切斷吃也沒關係 你要把它切兩趟也沒關係 反正你的方向絕對不會做錯 又沒有乖離訊號 10點之前完全沒有乖離訊號 所以你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做上去就對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5分鐘的K棒有沒有很清楚 所以拉回來 我現在教你的方式 你真的要把它學起來 每天只做最好做的那兩段 每天只有兩次的扣打 每天就看5分鐘的K棒 其他都不要看 其他都不用看 我們就看5分鐘的K棒就好了 不然我想你 我問你這個問題 你看到紅K棒 你又看浩定跌停 不知道要做多少做空 浩定跟股票什麼關係 問題浩定又沒有辦法放空 他沒有融資融券 你知道嗎 所以貼著盤面好不好 教老師求你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大教師的 一個盤頓教學營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時候又要麻煩我們攝影大哥 我們看一下 來 這是盤頓教學營的學員 你看 HSR真的有夠棒 他真的學好快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學很快 你有沒有發現9點16分的時候 第一筆就下班了 有沒有 這不是我亂打的 大家都知道 都是我們學員的一個留言 對不對 你看9點16分 HSR這個學員又下班了 你看多開心 好完了之後 505 535 對不起 535有沒有 我的第一筆也下班了 但是賺的不多 賺的不多 他說他要克服心魔 OK 慢慢來 來拉回來 來拉回來 我告訴你喔 我們的學員不要急 你只要記得姜老師教你的方法 是對的 我們就慢慢來 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輸這天 是輸一天兩天嗎 應該輸幾天吧 對吧 所以你如果要把機率養成的話 你也要給你自己時間 懂意思嗎 你最起碼給自己兩個月的時間 或半年的時間 所以不要急 所以心魔這件事情很好克服 只要時間慢慢來 就OK了 OK 好了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是第二個學員下班了 對不對 完了之後 這個更厲害了 學員你知道嗎 我的學員 有沒有 美國的 我真的沒騙你 這是美國的學員 運用工具 在美國也可以看 有沒有 真的喔 這是真的 他這樣就不能睡覺 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他剛好可以這樣子 日夜顛倒 你看 USA的學員 第一筆也touchdown 有沒有 也是下班了 9點22分 你知道我們學員裡面有沒有 再拉後來 讓江老師臭屁一下 難得 很多人都覺得江老師很兩光 你知道我們盤中教學 裡面的人有多少 你知道嗎 幾百個人 是幾百個人 我不騙你 是幾百個人 了解嗎 所以江老師只是把其中一個段 把它結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美國的學員也下班了 第一筆也touchdown了 對不對 好 完了繼續看 來HSR有沒有 9點37分 他剛剛9點16分 第一筆下班 對不對 好你看9點37分 第二筆又下班了 收工很棒 真的很棒 你要懂得收工 要懂得縮手 對不對 好 然後完了之後這個學員更聰明了 更聰明了 你看WMH他說什麼 今天這種盤有沒有 就算不敢進場做多 也不要放空 不然會很慘 對吧 因為K棒顏色是紅K棒 因為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對不對 好 然後完了之後 繼續往下看 來完了之後 在這邊 SSM有沒有 連續兩天都攻到這個位置 又是滿分盤 滿分盤 不是百分盤 滿分盤 讓我們留意K棒的訊號 不要助大家大賺 有沒有 就這麼簡單 然後完了之後 這個學員559 這是第一次 剛進來的一個學員 有沒有 第一次使用軟體 有沒有 第一次賺兩點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兩點就是兩點 也是很厲害 第二次有沒有看到 一六做多 五六平昌 狂賺了四十點 我們是當沖 所以第一筆賺兩點 第二筆賺了四十點 謝謝建華老師 不要謝我啦 為什麼 要感謝你們自己 你們願意改變 不是我的問題 是你們的問題 是你們真的很棒 只要你願意改變 我插一下話 你知道以前有沒有 我也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我是88塊錢買利特 然後22塊砍掉 你知道嗎 我的師父加我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句話 不是我師父很會教 他說什麼 是中間安你願意改變 他講這句話 我就很感動你知道 所以當你沒稱讚我的時候 你不需要稱讚我 是因為你們願意改變 你改變之後有沒有 我有說過嘛 觀念改變行為就改變 行為改變 結果就會改變 是因為你們會改變 不是我的關係 姜老師不是神佛 我跟你一樣都是平凡人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 這樣列下來的過程當中 我有沒有把握 幫你找回交易的熱情 就這樣有沒有很困難 每天 每天就是按照SOP操作就好了 這樣了解 所以還是一句話 當你的方法不對的時候 聽姜老師的勸 不要再做了 好不好 不要再做了 我知道你天天 complain說這個 我都知道 沒有量我也知道 但是問題是 我們近期貨市場 是為了賺錢的 不是為了抱怨的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跟你分享這句話 很重要一句話 我們的學員應該都會有感覺 因為成功的路上 並不擁擠 因為堅持的人 真的不多 我希望你是跟我們的學員 一樣是堅持下去 你看震盪偏多的格局 堅持幾天了 每一天只要震盪一下下 大家都翻空 只要震盪一下下 大家都翻空 何必呢 工具的K棒顏色 不是紅色K棒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在那邊翻來翻去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工具的畫面 為什麼10點之前 我們的學員要做多 來 這是台子期的5分鐘的K棒 開盤在這個位置 10點在這個位置 紅K棒 你要分成一段吃 或是兩段吃都沒關係 反正擴大用完之後 就不要亂動了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齁 所以假設 這幾天你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 怎麼辦 靜下心來 想一下 江老師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道理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電話 打一通電話 線上助理人員就會告訴你 K棒的顏色 怎麼取得 對 好 所以看起來 現在多頭還是這個格局 沒有改變了嗎 開開今天出網面的變化 好的 深呼吸 尤其是那個做空的人深呼吸 我真的不騙你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做節目 就是你也知道有時候 我們也沒有說 我們自己有多厲害 但是我能夠幫你 閃掉500點的虧損 那很多 我們說不要賺錢 只要閃掉500點的虧損就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外資 先深呼吸一下 掛掉了 那買150億 對 150 而且我還記得昨天只漲5點 買50億 對 那今天買了150億 加倍奉還有沒有 連那個日劇有沒有 加倍奉還 你知道嗎 不要跟外資對坐 了解嗎 很多人都跟你講說 HELLO KITI在壓盤 我也知道 我又不是笨蛋 但是問題是什麼 康情還在漲 等真的漲到沒量 真的漲不上去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有看到嗎 你如果放空的150億 看怎麼 你有150億 我看你是150塊 了解 所以這個偏多了 好 其餘的部分 又增加了4000多口 多張回到5萬口 對 又回到5萬口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 而且你想一件事情 我們拉回來 你想一件事情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粽子 要吧 要連續放4000吃粽子 人家都不用吃 人家都白吃 人家都不怕你 你怕什麼 知道那個邏輯嗎 那個概念嗎 人大腳都不怕 他在怕什麼 了解嗎 我們數字交易 就是要吃他們豆腐的 人家做不怕的 我們就不能怕 你懂嗎 這樣才可以吃到 數字交易的豆腐 不然人家不怕你在怕 吃米粉就發燒 了解 這個觀念很重要 30分鐘都在闡述怎麼做交易 不是要告訴你 家長老師有多厲害 家長老師一點都不厲害 OK 好了 進多的一個選擇錢1萬口 進多的選擇錢5萬口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又中心偏多了 超過6萬口了 好 普攻ratio 超級無敵多 猜猜看好了 超級無敵多 有夠恐怖 我真的沒有看過那麼多 1.6你知道嗎 好 來 拉回來 你知道為什麼要 那麼多1.6 你知道嗎 今天真的 今天老師感觸真的很深 不是因為我今天生日 是真的 看到這些數字真的是 期貨做不穩 要跑去選擇權 然後選擇權還去買put 你不是一樣被扛出去中嗎 了解嗎 所以這個put correlation 你不要以為那個期貨有沒有 那個散戶的空單 好像很多 這個更多 了解 所以真的不要亂做 好不好 所以還是中心偏多來看待 如果真的到了-30的時候 要緊張再來緊張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好 最後我們還是要看K棒的顏色 K棒的顏色 才是多空的衣櫃 所以答案揭曉 紅色的K棒 沒有改變 所以第二階段 江老師就把K棒的顏色 跟大家做交代 對 好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現貨 已經攻上了8600點 其實昨天就提到 現在有新版的賽馬理論 那麼今天又哪些秒衝出去嗎 好的 這時候我要請導播幫我上兩張股票 因為沒有衝過超過3% 但是我就挑那個座位跑的 2點多% 也是雖不中 依不願贏 好 兩張股票 第一張股票的話叫做 3023的信邦 我們看一下他的日內走勢圖 今天漲了2.79% 今天最高點到74.6% 好 第二檔到1565的金華 今天漲了2.73% 其實盤中的時候都有超過3% 只是尾盤的時候又押回來 好 這時候江老師 你真的有選他嗎 你不要兩關好不好 所以收完盤的時候都有 結果沒選對不對 來 我們給你看一下 這是江老師選出來的賽馬理論的 一個選股 有沒有看到 昨天接牌的華翰 昨天接牌的晉鵬 今天接牌的1565的金華 3023的信邦 有吧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 其實你要做股票很簡單 你只要按照江老師選出來的 一個賽馬理論有沒有 加上現在的tempo 該追的時候 你就去追他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照做股票跟操作期貨 真的是一點困難都沒有 是蠻簡單的 重點是你要願意相信 所以方法可以很簡單 因為成功的路上 一點都不擁擠 因為堅持的人不多 我希望你跟我們的學員 是一樣堅持的那一個人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靜下心來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運用正確的方法 來幫助你判斷多空 打一通電話 線上的助理人員就會告訴你 K棒的顏色怎麼取得 好 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想找一間最棒的飯店 而且要用最划算的價格訂房 找飯店 TriVago 下一根K棒怎麼走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一步錯步步錯 以退為進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相同的價格 你會怎麼選擇 同樣的價格 當然選擇更快更好的 遠傳4.5G超級三頻 頻寬更大 速度更快 一樣的月租 當然選遠傳4.5G 只有遠傳實在划算 來遠傳扮HTC手機 獨家抽五月天演唱會雙人游 您在沙漠劍走過嗎 Lamigo為您安排的 新疆劍走露營行程 吃好 住好 無購物 讓您安心 盡興 有尊嚴 Like here Lamigo 下一根K棒怎麼走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一步錯步步錯 以退為進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一般的消費者都認為 配眼鏡把度數檢查出來就好了 其實不然 還要配合臉型 耳朵 鼻樑 眼味 瞳句 及使用習慣 不是配得快就好 要眼鏡來配合人 不是人去適應眼鏡 從小細節 看見寶島的專頁 寶島眼鏡 專門數位生活設計 到寶島陪法國愛視ID影片系列 全面五折 再免費升級綠藍光 下一根K棒怎麼走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一步錯步步錯 以退為進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2506-6808 快滑起來論壇 我們來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齊憲克爾同步是大漲作收的 那麼今天齊獲當成部分 從工具面怎麼看待 來請教壽星 建安老師 好的 建老師 教妳 其實今天真的還講蠻多東西 我希望妳能夠聽得進去 因為這都是交易心裡面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台子騎的5分鐘的K棒 開盤在這個位置 10點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你用想的也知道說 今天我們的盤中教學員的學員 一定知道說 就做多上去就好了 你要做一趟也可以 你要把它分成兩趟做也可以 這個沒有規定 因為反正你就做多就好了 但是最重要是你不能翻空 為什麼 因為它都紅色的K棒 這樣做下去不就很安全了對不對 所以盤中教學員的一個截圖 我就不再贅述了 重點是你要跟上來好不好 如果假設你跟上來 我就覺得OK了 所以你要成為厲害的高手 要怎樣才能成為很厲害 來 你不需要很厲害才能開始 而是必須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就像我們的學員 目前正在ungoing對不對 正在路上 我希望你是其中一個 當然最重要的 明天多空加戰的點位有沒有 越打越高了對不對 已經打到8000多了對不對 好 最新多空加戰的點位 8600差13點 明天8點15分之前 健安老師會公布在盤中教學 不要先洗條的 在了解大條的 對 好 今天台北股市呢 其實我從頭部上場做的時候 想找到更多行情 也走得起來都來